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看见我出现在这个家族四壁的小卧室 你就知道我又回到北京了 今天来说点什么话题呢,说我的姐姐 这是我最近看的一部冤线电影,在中国内地非常的火爆 票王黑马,好像已经六个亿了吧 剑指十亿,然后是一部讲家庭伦理 然后温情默默的那么一部小成本的影片 张子峰,肖央,助演院都是老戏骨,年轻的戏骨 组成了这么一个非常有口碑 同时也非常有话题度的那么一部电影 就是喜欢这部影片的,好多人都是哭着从影院出来的 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在家里面啊 就是那个被姐姐罩着的那个弟弟 也有很多人呢,就是那个底下有一个跟他抢恩宠的那么一个弟弟的姐姐 对,然后也有一些人呢,就对这个影片啊 没有太强的共鸣,甚至还有一丢丢反感 这个反感的点在于什么呢 这个反感的点啊,孟姐看多半这个影评上面就写 哎,这个姐姐怎么努力了半天,努力了120分钟 最后7分钟还是堕落成为了一个伏地魔 这在搞什么,这个结局是要干什么 强行和谐吗 所以呢,孟姐今天啊就在这儿说说自己的观感和想法 就是首先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结局啊 不管姐姐选择是养弟弟还是不养弟弟 当然大概率还是要养弟弟嘛,但其实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到底是一开头 张子峰不喜欢他弟弟,对吧 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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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张子峰喜欢他弟弟 中间的这个过程只要make sense 只要让观众共情了,就OK了,对不对 并不是说,哎呀,你不能接受 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弟弟,你没有,你是个独生子 你完全不能盖得到,就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所以作为一个独生子也是完完全全能够理解 编剧在这个里面想要做的表达 这个是孟姐想说的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呢,就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在于这个导演和编剧要太多了 把这个电影塞太满了 他在这里面塞了三对姐弟关系 一个是张子峰和他弟弟 还有一个呢,是朱元元,就是张子峰的姑妈 然后这个朱元元和张子峰的爸爸 就是这对姐弟关系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肖杨演的这个舅舅 和张子峰的这个妈妈的这个姐弟关系 他明着写的是张子峰和弟弟这对年轻的姐弟关系 其实隐含着还有两条姐弟叙事线 你知道吧,就是哪一个还都不能录 你想想一个导演,一个新导演,一个编剧 要在这么120分钟的这个电影故事里面 要同时完成三个姐弟关系的这个人物壶这个转变 还要写的非常的精妙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不对 能把一条线写好,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参见这个百云约二 就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编 日本编剧写了好多特别牛逼的日剧 你们去搜一下,肯定都知道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他写的那个女人 就是满岛光 演一个得白血病 就是他老公意外去世之后 然后他就带两个孩子 但是呢,就是他跟他的母亲之间又会有一些 就是不愉快和误会 然后他又没办法得了疾病 要回到母亲家里面需要得到母亲的照顾 来照顾他的这个外孙女儿 外孙就中间的这个关系 他其实写了两代人的女人 女人对于孩子家庭的这个东西 你想想人家那样用十集来写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你看完了简直感动极了 就他这个感情啊很微妙 要慢慢慢慢递进和刻怀 不是一蹴而就的 知道吧 对于这个姐姐这个人物的这个建制啊 其实挺明确的 然后以下就是严重剧透啊 张子峰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从小半妈就不待见他 甚至就是所有你看那个新闻里头啊 最扭曲的最黑暗的最drama的事情 都发生在他们家身上 比如说张子峰从小让他演个脖子 然后扭曲他对于女孩的向往 比如说 比如说脱红嘴唇啊 穿个裙子啊 这些都不行 把他当个男孩养 然后还要让他半补 然后来争取到这个生二胎的这个指标 然后甚至还将他遗弃给他的姑妈 过季给他姑妈 就是不闻不问那样一个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他爸妈果然要 要成了一个二胎 这个弟弟呢和他姐姐的这个年龄差距还比较大 这弟弟只有六岁 造成了张子峰性格上面的非常强势啊 天天讲的就是get rid of him 就是把他弟弟扔掉 把弟弟送人 找了一养家庭 我不养他 我要去北京 我要去北京 其实去哪 都差不多 只是不留在他的老家就好啊 这就是他的一个建制 其实建制的非常丰满 但是呢 对于这个小男孩 这个弟弟的这个建制啊 就真的太弱了 首先这个小男孩这个性格 就是非常的奇怪 你抓不准 他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一个小男孩 他又有这个天真烂漫 童真 懵懂的一面 比如说他去了他爸妈 就是爸妈去世之后去扫墓 还是去祭奠 他去偷那个祭品 那个绿豆糕什么的 就这东西 肯定就是小孩干什么的事 可能可能 我猜他对死亡没什么概念 然后转眼间 他就能到张子峰的这个门口 去被那个欺布施 就能去被煮豆燃豆器 斗在腐中器 非常有心机的来讽刺 他姐姐要手足相残 这也真的是 再有呢 就是这小男孩呢 就是动不动的 还天天在那喊 包子 我要包子 我要包子 就是满满的一个 熊孩的一个设定啊 然后再一转眼呢 这小男孩又能 非常体贴的啊 就是像一个暖男男朋友的设定啊 给张子峰去煮这个红糖姜茶 大姨妈来了 要照顾他 所以 哎呀 就是就是整个这个小男孩的这个性格 被弄得非常的分裂 就这小男孩 他出现在每一个推动情节的 那个虚实点点上啊 这个戏剧功能都完成了 但是这个小男孩这个性格 我感觉还是有点智力破碎啊 就弄不清楚 他到底是一个非常心机的 一个心机boy 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一个小孩 就我觉得这个这个编剧 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你知道吧 就是六岁的小男孩 时不长的还能说出 特别成年人的这个话啊 就是 这个就实在有点 有点过头了啊 嗯 就其实不是这小演员演的不好 跟小演员这个演技 没有啥太大关系 小演员已经尽力了 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戏 戏没写到位的问题 这个小男孩这条线嘛 因为笔墨被分掉了嘛 对吧 就云给了肖阳 然后云给了朱媛媛 所以呢 就是另外两对这个 姐弟关系啊 特别是朱朱媛媛 那条情感线 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整个这个片子啊 这个有微微有一点点 重心偏移 全剧的女主角就是张子峰 围绕着张子峰来构建 她的这个社会关系 比如说她跟弟的关系啊 这是最主要的一对矛盾嘛 对吧 然后她跟姑妈的关系啊 她跟舅的关系啊 她跟什么爷爷奶奶亲朋的关系啊 她跟她的职场关系 她的恋爱关系 就围绕着张子峰这个人来的 对吧 但是其实观众最想看到的 她的生活中最大的就是矛盾点 就是张子峰和她弟弟之间的 就是矛盾 编剧没有腾出太多笔墨 来好好写这条线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剧 是最让人觉得惋惜的一点啊 但是呢这部电影还是非常的值得推荐啊 然后也是非常的可圈可点 在于什么呢 就是她的商业化做得非常的明确 因为她做了很多的权衡和取舍之后呢 就是她还是要为投资人赚钱 对不对 这样的这个影片能够在市场上 取得比较好 票完成见的话呢 就意味着类似于这种讲家庭伦理亲情 大家可能会觉得 情节会不会比较慢呀 然后会不会太细腻呀 这些东西也会得到投资人的青睐 然后也能带活这个类型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呢 我觉得她的功劳是在这边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完完全全值得被肯定的 另外呢 这个电影也是导演处女作 也是一个小成本电影嘛 然后基本上也用了很多新人演员 在这个基底上 我觉得完成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包括摄影啊 摄像剪辑啊 就是包括演员演技的这个打磨上面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都没得说 非常的就非常的成熟 希望大家都去电影院支持一下这个电影吧 我觉得还是挺棒的一部影片 嗯 好了就这样了 拜拜